这一点就非常麻烦 因为这个人的寿命 通常都是这个性成熟的六倍到七倍 假如说这个性成熟年龄特别早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寿命就不长 寿命不长 用现在的 现在我们医学上看来 很多人 当然是现在的七八十岁的人 还没有表现出来 再往后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候 这种老年病就非常多了 就生命质量就会大大折扣 不一定是寿命降低 未及之女 天为始至 以尽难色 阴气早泻 未完而上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张张来立嫁 多多久的这种女孩 这个时候就尽这个难色 就是把这个阴气过早的泻出来 这个身体就损伤了 未完而上 没有完 发育完备就伤了 孙思苗也说 他说 人年四十以下 多有放肆 如果是不加节制的话 被立行房 不落半年 经髓枯竭 唯相死尽 少年急需甚至 就是人年龄 在四十岁以下的时候 要是有多有放肆 就是不控制自己的 这个欲望的话 被立行房呢 不到半年的时间 经髓就枯竭 然后唯相死尽 少年急需甚至 唯相死尽 他孙思苗说的很严重了 就是用现在老百姓的话 讲就是嫌自己命长 这个事 对吧 少年急需甚至 少年就是那些青少年 正应该 甚至又甚 因为人体骨折的 带化年龄呢 是二十三岁到二十五周岁 才完全形成 在这之前呢 最好不要有这个 男女的这个房式 纵欲 包括手印 都是伤身体的这些表现 伤身体的这些方式 这是晚婚晚欲 所以当才那个青年 二十四岁 他是二十二岁就结婚了 而且他还有十年的这个 那个伤经的这个历史 所以说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生育能力差 然后不孕 这是晚婚晚欲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对于后代 是有健康的 晚婚呢 对后代特别好 假如说早婚的话呢 他说孙思苗在千金药方里边 他说子欲太早 或同乳而善气 生于于吃 多病短受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人 就是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备 就过早的生育的话呢 子就是生孩子的意思 在古代 生孩子 然后那个怀孕的话呢 这个小孩呢 大多数通常都是比较的 身体比较弱 然后还有一些 那个先性的畸形啊 质地还发育不好 这些表现 在这个苏文尚母天真论里边 他讲 他说女子四七 筋骨肩发长肌 身体壮胜 丈夫四八 筋骨龙胜 肌肉壮满 这女子四七呢 是二十八岁 这女子到了四七 二十八岁的时候呢 这个身体达到了最顶盛的 这个状态 然后筋骨 强健 然后身体呢 发育的非常壮胜 男子呢 是到了四八三十二岁的时候 筋骨最好 发育的最龙胜 肌肉壮满 这个时候是壮年 这个时期怀孕呢 就这个时期或前或后啊 左右呢 年龄怀孕呢 对下一代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现在特别也说嘛 就是女性最佳怀孕时期是 生育年龄是二十四到二十八岁 男性晚一些是二十六到三十二岁 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哈 因为这些刚才有 有很多人问我 这个关于怀孕的问题 就是生孩子的 不孕不育的问题啊 一般来讲男性啊 在这里边 最后第五点就是 补肾天经啊 在半年之后才能怀孕 一般来讲就是 这半年当中最好不要有房事 为什么呢 就是得把这个肾天啊 补充起来 补充起来之后呢 在那个有 这个夫妻的生活啊 然后怀孕的期许就比较大 因为假如说在这个 一边补养身体的同时呢 在有这个房事的话 就把好不容易补起来的 这肾天又得泄了 这对肾天不好 一般来讲是半年 通常来讲呢 道家的话 就是需要 至少需要一百天 这叫百日住鸡 就是一百天才能把基础给打牢 这是道家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这个身体呢 完全的复原啊 也得需要一百天的时间 尤其是这个骨折啊 就是伤筋动骨的这些病啊 通常都需要一百天才能 那个恢复 那么在这一百天之内呢 在男女房事方面最好就不要有 要是有的话呢 对这个身体疾病的这个恢复 对身体的恢复啊 对疾病的痊愈啊 都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是伤筋动骨一类的疾病 因为骨啊 肾足骨啊 那个筋呢 是肝肚筋 这个筋和骨呢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肝和肾 这个肝和肾 肝和肾气的最根源呢 实际上就是根源于这个筋 就是肾经 假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再有这些泄漏肾经的这些行为呢 对这个骨折的恢复是非常不利的 无论是这个骨折也好 这些外伤还是内科的这些慢性病啊 在治疗期间呢 自古以来它都有一个规矩 就是尽量不要有这个防劳 也就是说防势 这样的话呢 才能把这个元气那个固住 然后帮助身体的精气神恢复 精气神足了呢 才有这个抗病和人体的自愈能力 在这里呢 也顺便的说一句 实际上人体的这个身体的康复啊 疾病之后 它自我的康复完全是靠身体的自愈能力 不是靠药物的能力 药物是干嘛呢 药物是帮助你身体自我痊愈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呢 第一任的医生呢 都是我们本人 我们本人本身就有一个制定的能力 这个能力呢 就是一个自动的一个规律 需要怎么做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做 当这个规律打破了 这个平衡破坏了之后 身体的这个自愈能力 没有了 甚至是那个完全丧失了之后 这时候需要医生啊 用药物辅助一下 帮助身体建立起这种 自我痊愈的这个能力 身体才能好 身体的这个自愈力呢 是在什么状态当中才能恢复呢 就是在安静的状态 所以说养病啊 最重要是要静养 要身心都静下来 身心只要一静下来 身体的这个自愈能力 就越来越强大 身体就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 还有就是我们自身的经验 很多病 尤其是外展病啊 就是这种来的特别迅速的病 都是什么时候好了呢 通常都是睡一觉之后 第二天就好了 就减轻一大半了 因为这个睡眠过程当中 是人体比较安静的状态 在睡眠过程当中 很多人体的这个自愈能力 就发挥了 人体的这个内肺秘呢 它就调整了 这个时候身体自己 把自己的治好 影响这个自愈能力 通常都是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是情绪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身心没法安静下来 这个自愈能力呢 就降低了 第二个呢 就是伤精 因为人体这个精华一丧失 这个刚才讲了 这个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它都不容易平稳 不平稳呢 就意味着这个自愈能力降低 所以说人体的自愈能力 跟这个人的安静程度 完全是成正比的 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题外话 就是治疗这些 那个不育的这些患者呢 通常我都教在他 半年之内不要有这个房市 一经除外 一经不算 半年之内不要有房市 半年之后呢 再新房怀孕的可能性就大了 刚才讲的前五种表现呢 我跟大家再重复一下 第一个呢 是脑力下降 第二个是体力下降 第三个呢 是脾气变坏 第四个呢 是抵抗力变弱 第五个呢 是生育能力降低 这是人体伤精的 最重要的五种 这个身体的表现 那从那个外在 怎么来看出 这个人是伤精的 就是我们自己 怎么能体会出来呢 这里面从头到脚啊 我都把它大致 罗列了一下 头部呢 主要是以下七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头发 因为从最顶上开始说 头发的表现呢 第一个是脱发 刚才讲了 第二个是 头发白 少白头啊 第三个呢 是头发枯萎 当然少白头 也有遗传的因素 也与用脑过度有关 我们都知道这个精 气神啊 三者是互相影响的 这个用脑过度呢 实际上就是伤神 神的来源是来源于 神的能量来自于哪呢 来自气 气的能量来自于精 所以伤了神 实际上就是伤了精 我们都知道 古代春秋战国时代 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典故啊 叫做吴子絮一夜白头 对吧 吴子絮为什么一夜就白了头呢 因为他愁的 发愁啊 人一愁啊 他那个神啊 就伤了 神就消耗了 神一伤这个精就伤 精一伤呢 这个 这个头发呢 就变白了嘛 这是一个典故 但是也印证了 这个中医的道理 精神精神 精和神永远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心理的身体 实际上也就是现在 现在科学所探导的物质和精神 它上升到哲学层面呢 就是精神和物质的这个探讨 实际上二者是合在一起的 没有分开 那么身心也是这样的 那么精和神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就是 肾虚了之后呢 头发也容易白 第三呢 是发质就叫枯萎 头发呢 实际上就像小草一样 这个草啊 长在这个土壤里边 要想让这个草呢 长得好 怎么办呢 应该给这个土壤施肥 土壤只要是肥沃了 然后水源充足了 这个草呢 就长得好 这个施肥是吃什么样的肥呢 给它浇水就是灌溉这个肾经 给它施肥 松土呢 就是让它气血通畅 通常来讲 脱发最容易合并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的就是这个发质 特别油 油腻 这属于这个 用中医的话 就是血液里边的热毒特别多 热毒一多 这个发针呢 就容易脱落 然后就脱发 这种热毒呢 某种程度上 与中医所讲的 这个湿热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一湿热 关键就是肠胃里边湿热 肠胃里边一有湿热呢 这个人的大便 第一的是容易粘质 甚至呢 是肠胃如果是蠕动不好的话 容易便秘 只要一便秘呢 这个肠壁的回吸收啊 就把这个肠子里边的这些垃圾啊 这又通过这个肠 肠壁的这个毛续血管 吸到这个血液里边来 这血液里边就听通多了很多毒素 这回吸收 这个肠道的回吸收 一回吸收这个毒素多了之后 这种毒素聚集的多了 就表现了这种 那个血肺里边的热毒 中医所讲的 这个头发呢 就容易脱落 所以说呢 呃 我以前讲过一次美容课啊 就是专门 美容无非就是三个方面 第一的是皮肤 第二是头发 第三的是身材 对吧 美容就是这三方面 呃 头发的这个保养 最重要就是两点 第一的是睡眠 第二是大便 只要大便通创了睡眠足了之后 头发慢慢就能好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排毒 一个是这个修复这个 那个内肺蜜的这个功能 然后修复这个血分的功能 养这个肾气 这就是头发 所以黄金的一经讲了 肾之滑在化 一个人肾气足的话 头发就好 第一的表现 头发 第二的从上往下 第二的就是眼睛 呃 肾经如果充足的话 这个人眼神啊 比较有定力 要是肾经不足的话呢 他那个眼神啊 就是无神 然后容易有理 再加上这个人要心态不正 经常有邪念的话 他这个眼神就容易有理 就是不定啊 眼光就不定 再有一个呢 就是眼神是浑浊的 不清澈 在黄金内经认为呢 就是干开窍于目 干肾呢 是同源的 所以说呢 这个肾气足了 干气就足 干气足了 眼睛就明亮 就清澈 假如说这个肾经不足呢 这个干气就不足 眼睛就浑浊 就无神 这就是这个眼睛 再往下呢 就是耳朵 肾开窍于耳 肾气不足了之后 就容易耳鸣耳聋 耳鸣耳聋 通常都是 这些症状啊 实际上都是老年人的症状 因为老年人 过了六十岁之后 用中医的眼状看来 肾气就慢慢摔了 肾摔了之后呢 肾虚的这些表现呢 就出来了 这个耳朵就出现这些表现 所以说形容一个人摔老呢 首先就是耳聋眼花嘛 就是指的这两点 但是年轻人 为什么现在也不行了呢 主要就是与 与伤这个精呢 有很大关系 又是熬夜 又是声色全马 然后再加上这个发脾气 这三样呢 就把人体的精给丧失 肾经不足呢 耳力就降低 听东西呢 就听得不是特别微细 然后还容易耳鸣 而肾虚型的耳鸣呢 通常都是像柴鸣一样 就是像知了教 这是耳朵的这个表现 那么眼睛和耳朵啊 这实际上与一个人的这个神啊 关系非常密切 这是眼睛和耳朵 是我们从外界采集能量 最多的两个期段 我们跟外界沟通啊 那么既然是跟外界沟通最多的 与这个人的神啊 就是精气神的神啊 关系是最密切 既然是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眼睛和耳朵啊 把这个神啊 给练好 就是把它得 回复好 把神给练好呢 气就足 气足了精就足 实际上从哪儿消耗的最多呢 就能从哪儿补上来 所以说 那个中国的养生的方法 专门有通过 收视反听的这个方法 把这个精气神给补足的方法 实际上这是道家的一种方法 也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收视反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眼神啊 不要往外散 一般人啊 这个 一般人很注意力 看一件东西的时候 眼神都是很专注 他这个神其实往外跑的 就那个时候 他的全身的注意力呢 都集中在他所看的事物上 自己身上的这个体察力呢 降低了 这就是神往外散 然后宁神去听外面的事情呢 这个神也是随之于这个精神呢 就出去了 就没有回复到身体里边来 这个眼啊 还有耳朵啊 往经常往外散的话呢 这个神气就散掉了 身体就不好了 所以说呢 刚才我讲了 无丝竹之乱耳 无暗毒之劳行啊 这个丝竹乱耳 暗毒劳行都是上身的 他是通过眼睛和耳朵 直接把一个人的神给掉出去了 就是把神给消耗了 神消耗了气和经 他自动随之而散 所以说 那个在中意养生里边 有一个词叫收视反听 就是把这个眼神啊 收回来 把眼神收回来 把那个耳朵往外听的 这个神呢 也收回来 集中到这个身体里边 一开始当然是身体里边 实际上就没有内外啊 我们通常人都有 都有一个错觉啊 就是认为皮肤以内 这一块啊 是自己 皮肤以外 是别 是其他的 实际上不是 人体的这个能量的 这个阶段 在身体外面 很大的一个范围内 某种程度上 都是属于自己的 这在苏联的这个科学家 所做的人体规光实验里边 得到印证 就是人不仅仅是物质周成 它还有一个能量圈 这能量圈 大部分就是人 伸展在地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是人体的这个能量 所负债的范围 我们呢 把这个神呢 收回来 眼神收回来 把耳力呢 收回来 听内在的这个声音 练到什么程度 然后这个精神呢 慢慢的就凝固住了 凝住了呢 练到我们耳朵 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这是比较粗浅的 再往下听呢 可以听到身体里边 血液流动的声音 只要是听到这个程度的话呢 这个人的精神呢 就集中起来 就不往外散 所以说呢 精气神三者 都是同时的 从来没有分开啊 神只要一凝固 这个精就固住了 气就固住了 人的这个精气神呢 就恢复了 这就是很多古代的这些养生 养生学家啊 他们通过实践锻炼 得出来的这个真知灼见 在养生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 叫做收视反听 现在社会啊 看电脑啊 看电视 特别多 实际上有一个很巧妙的方法 就不是特别消耗眼神 而且呢 工作量 就是工作效率也特别高 不用使特别多的劲儿 就是我们看电脑的时候啊 要有一个意识 把它收回来就好了 什么意识呢 就是我们不要把眼神 放在这个电脑上 而是让电脑的这个图像 映到眼底 这个意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神就不往外散了 这完全是精神层面的操作 但是注意 精神啊 层面的操作最重要 精神层面操作就直接影响神器 精的这个程度 就是这个运作方式 神器精的运作方式呢 就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 那个听力呢 也是让这个声音主动跑到你的耳朵来 你不用去宁神去听外在的声音 这样的话呢 用这种方式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去体会 去那个 观照 去这个觉察 慢慢的呢 这个 你就会感到 每天都活得很轻松 而且精力也不是特别的 那个不足 即使 工作量很大 你也感到游人有余 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这叫收视反听啊 那第四点呢 就是面部 面部 是挫窗 伤心的人啊 这个挫窗啊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 一个是顽固 第二个呢 是颜色 比较暗 第三点呢 是那个针部啊 比较深 通常都会流拔 流斑很 这是 挫窗的 这个伤肾的 挫窗的表现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挫窗 容易长在下巴 这个周围 下巴周围 因为这个 在五官来讲啊 这个 脸上的这个 部位 代表的是身体的心肝脾肺肾 不同的脏气 那么下巴 这个地方是属肾的 两颧骨这个地方呢 一般来讲呢 是属于肝的 腮帮子呢 是属于皮 这个 额头呢 是属于心 然后鼻子呢 是属于这个皮胃 所以说女人 长色斑都是从哪开始长的 通常都是从 这个全肚这块开始 因为 呃 女人以血为本 肝是藏血的 肝气只要一血了之后 气血就弱了 气血一弱了之后呢 血液运行不好 这个两 两颊 就两个全肚这块 就容易长色斑 这是题外话 啊 但是呢 这都说明 呃 只要是伤筋呢 人 人第一的表现 就是挫窗 第二是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这都是呃 面部的表现 再往下呢 就是牙齿 牙齿呢 很重要了 在中医认为 肾 竹骨 生髓 那么牙齿呢 是骨之鱼 牙齿是骨头里边 有鱼的 这个部分 成长 成长为这个牙齿 一个人牙齿 要是坚固的话呢 说明他肾气比较独 假如说牙齿不坚固呢 肾气就不足 我有一个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 那时候也是二十多岁 年轻时候喜欢 那个 讲一些黄色的笑话 什么这样 他本身呢 也在男女方面 不是特别的 简点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这个门齿就掉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个养的门牙 这个上切牙 这个两个门齿 这块是都脉所煮的地方 这是煮肾气的 这个地方的肾气要是不足 这个门齿 它就特别容易 驼落 容易这个裂块 然后容易有这个 勾啊 就是凹进去 而且呢 这个牙齿显得非常的黄 枯萎 枯萎 虽然说是没有 小时候没有吃过四环醋 但是看上去 牙牙也是黑黑的 没有光泽 这都是 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当然除了喝一些 含浮的水除外啊 这个没办法 这个与生活习惯 也有关系 有一些那个水质不好 也容易导致牙齿不好看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牙齿不肩固 很容易脱落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我同学的那个案例 第三个呢 是齿银容易肾血 肾血 肾血是什么呢 肾血实际上 牙银 这块啊 是属于这个脾胃的 就是上牙呢 属于那个胃经 下牙呢 属于大肠经 人只要是肾气一亏了之后啊 内火就中 他就容易发脾气 那一发脾气呢 这个热气一往上走呢 烧灼这个肠胃啊 因为中医认为啊 这个火热啊 破血忘形啊 就是这个热气 压迫这个血 跑到血管外面去了 然后他就表现为肾血 这也是这个肾血的一个表现 这都是比较细致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通过牙齿和头发呢 最直接的看出一个人的 这个肾气的多少 所以说古代啊 看一个小孩啊 因为古代人 一般来讲生很多小孩嘛 看哪个小孩能活下去 遇到这个灾荒之年啊 看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去 最重要就看两点 一个是看头发 一个是看牙齿 假如说这个小孩头发 长得还很好 然后牙齿呢 又很密 很白 也很那个晶莹的话 这个孩子 说明这个生命力比较旺盛 肾气比较族 一般来讲能挺过去 假如说与之相反 头发也枯萎 牙齿也不好 一般来讲就挺不过去 这是在古代的一些历史书里边 所记载的一些案例 实际上这都是生活当中印证出来的 第六点呢 就是口腔 口腔里边 我们都知道哈 假如说熬完夜之后 第二天嘴里面是有味的 为什么熬夜第二天会有味呢 因为一熬夜 这个肾音一虚了 这个内热就容易往上走 尤其是胃火往上一走 胃火一往上走 这个人嘴里边就有味 就口臭 经常伤肾的人啊 嘴里边也容易产生一些味道 所以说呢 中印有一句话讲啊 就是假说头腔里边的唾液增多的话 这叫金金玉液 唾液增多的话呢 经常往下咽 这个人头腔就容易清洁 因为唾液有清洁头腔的作用 而且呢 这个唾液在中医认为是非常好的东西 叫做金金玉液 我后面会讲 这个唾液咽下去之后 可以滋养这个肾水 灌溉五脏六腑 对这个人 肾气的恢复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通常都有着体验 就是嘴里面的唾液分泌越少啊 口越口干舌道啊 嘴里边的味就越大 假如说嘴里面的那个金叶充足的话 脱液增多 然后经常清洁口腔的话 嘴里边味就少 实际上就是验证了这个 肾气充盈与佛的这个标准 肾气充足的话 脱液就增多 金金玉液就增多 它就能正常的产生这个润泽这个滑溉 补充这个脏腐的功效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呢 就是鼻翘 因为肺开翘于鼻液 肺气足了之后啊 它这个鼻翘啊就通畅 然后呢身体就好 因为中医认为这个金水是相生的 金生水啊 金是代表肺 肺 水呢是代表肾 一个人肺气足了 肾气它自动就容易足 所以我们在看吃这个补肾的 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啊 叫六位帝皇丸 对吧 大家可能在座的有个别人也都吃过 六位帝皇丸是自补肾阴的 六位帝皇丸里边有 一共是六位药啊 六位药里边 补肾的呢 是占到两位 补肺的呢 也占到两位 那个福灵和那个山药啊 实际上都是自肺气的 肺气足了之后啊 这个人气就容易往下点 一点下去 这个肾经就足了 所以说补肺就是补这个肾 肾虚了之后呢 肾经不足了 之后这个肺气也容易不足 肺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 逼炎 所以说呢 后面我会讲到 就是有一种不健康的 就是错误的 这个理念呢 他说这个打帽之后啊 人体一发烧了之后 这个时候 卸火的方式呢 就是男女方式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把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给卸掉 好像打帽就好了 这种理论是错误的 而且很多临床上的鼻炎啊 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 肺里边有寒气的鼻炎 通常都是这种理念指导下的这种行为 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不好 所以说呢 这个一个人 假如说这个打帽之后 还手淫啊 刑防啊 特别容易导致这个鼻炎的发作 这是这个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就是本身肾气溃虚的人啊 这个鼻子也不容易通常 这就是肾经窥虚所导致的 这个头部的这七种七大类的表现 再往下看是胸部 再往下看是胸部的啊 胸部的主要是指的这个心肺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气短 第二是乏力 第三个是咳嗽 这都与肺有关系 因为肺跟肾呢 是合在一起的 像这三种啊 都是这个呼吸功能出现了问题 老人的这个舵船啊 用中医的话讲 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肾不纳气 就是老人的这种合作和船 就是这种 这个声音 它是接续不上 说明这个人的这个肾气也不足 把这个气也纳不下去了 它都是很肤浅的 很往上走的这种感觉 这都是肾中的精华不足 那么滑力气短呢 这都属于肺气不足 舌头呢 就是虚传 这种现象比较多 再往下呢 是腹部 腹部主要是在中医的脏腹里边 对应的就是这个脾胃 脾胃重点啊 是从两方面来看 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好坏 第一个呢 是食欲 我们都知道 莲婆令象如啊 这是春秋战略时代的 这个人物 这个莲婆老了之后 还很能吃啊 就莲婆老以上能饭后嘛 我们都知道这个点度 莲婆老了之后 他还能 还可以食欲 还非常好 说明这个人身体还不错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他消化吸收能力还不错 体责还是很强壮 还可以出征 然后打仗啊 做战啊 这都没问题 这是从从食欲来看 然后大便呢 一个人要是大便通畅 而且那个成型的话呢 说明这个人的这个肠胃 运化功能很好 很不错 疲惫功能就强健 假如说一个人的肾经不足啊 我刚才第一讲的时候讲的啊 一个人肾经不足的 充满的气就虚 充满的气一虚呢 未经啊 就虚了 多气多血的未经就虚 未经一虚 他就有这么几个表现 就是脾胃功能差 第一个呢 就是腐泻 第二个呢 就是食欲差 不爱吃饭 由此所连带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非得吃那种刺激啊 辛辣的这种食品啊 才能打开胃头 才能吃得下去 所以说呢 脾胃啊 脾肾啊 通常都连带在一起 就在临床上这种现象太多了 我在遇到的将近五百多者那种伤经的那种案例哈 至少有三百个 甚至更多 至少有三百个这种患者 通常都有腐泻的这个表现 为什么呢 因为肾气一伤了 尤其是肾阳一伤了之后 阳气运化这个脾胃的功能就弱了 就叫脾阳也伤 脾阳一伤脾胃不见运了之后啊 这个大便 就是无法把这个水谷精微啊 给它充分的化合吸收和运化 这个大便啊 就容易吸 容易糖 容易那个腐泻 然后呢 脸色容易黄 然后没有劲儿 那个身体瘦弱 所以说脾肾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是土 一个是水 两个是合在一起 就是水土 水土不服啊 实际上在中医的身体 身体上的这个表现的就是脾肾不合 这是喜欢吃辛辣的食品啊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几乎是整个北方地区啊 以北京作为这个代表的 从近20年开始 北京北京人的这个饮食节奏 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看那个文县 还有问以前的人啊 北京人是喜欢吃 绵绵糊糊的那种 像那个驴打管啊之类的 这种小吃比较多 后来呢 近几年来呢 成都四川 风味特别多了 我们看到大街上这种 成都小吃的这种牌子特别多 说明大家喜欢吃辛辣 喜欢吃辛辣 说明这个胃气已经不足了 胃气不足的再往前推呢 肯定就与伤精有关系 一日熬夜 一日纵欲 再有一个呢 就是发脾气 人越容易发脾气的人 他越喜欢吃那些辛辣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人的内心和外向 永远连带在一起 一看外面就知道内在是什么 所以中国古人的这个思路啊 他就特别好 他叫做揣外而知内 通过外在的表现 直接看到他内在是什么状况 写的是非常清清楚楚的 我们看一个地区的这个饮食节奏的 这个变迁 往前推就能推出 这个地区的人的身体 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 身体是什么样 再往前推就能推出 他的心态是什么样 越是大中城市 吸纳的食品就越流行 不仅是吸纳 还有烧烤都是一样 都是那种味道特别厚重的 这种食品 才能激发起人的食欲 在中国的养生的这个概念里边 什么样的食品是养生的呢 是清淡的食品 养质的脾胃 对身体好 凡是肥肝厚胃 就是这些刺激性的 味道特别重的 味道特别厚的这些东西 对这个身体都是有损伤的 皇帝内经的话叫做 肥肝厚胃足生大经啊 就是这些东西吃到后来啊 对身体都会留下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大经不一定是指的这个窗疤 而是指的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可能在座有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哈 就是一般来讲 人在房市之后啊 房市之后的当下 他就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觉得胃里边会有饥饿感呢 而且一般来讲这种饥饿感呢 用吃东西是满足不了的 没法解决 吃在座东西也能得到饿 肚子里边发空 这就说明胃 胃气不足 那么房市之后的第二天 一般来讲胃口就不容易开 就不容易 好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吃麻辣汤 就喜欢吃这些刺激性的烧烤啊 这些东西的 生理上的原因 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但是我所观察到的很大一部分人 都是这个 因素所导致的 那么这是腹部的表现 再往下讲呢 就是腰部 因为腰为肾之腹 黄金磊已经讲了 那么肾气虚呢 这个人就容易腰痛 腰酸 腰呢 就是无力 这些表现就容易出来 这个表现是不分男女的 男子女人都有 很多女人啊 肾气亏了之后 这个腰酸腰痛的特别明显 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呢 就是躺在床上 感觉腰好像这块 非得需要一个东西垫一下 不垫的话 那块就感觉空落落的 好像不实诚 这种感觉平躺了 没法平躺 这就是伤了这个肾经的一个表现 我们都知道这个腰啊 腰之所以这个疼啊 主要因为这个腰椎啊 就是摆的位置不对 可能会压迫一些神经 再就是肌肉的牢损 那么这都是外在的啊 身体的这个层次呢 是由外而内的 外在是筋骨皮 内在是精气神 精气神重点就是指的脏腹的 这个精气神 一个人要是脏腹充实的话 他这个内脏是充盈的 是饱满的 这个外在的这个肾 就是这个骨骼和肌肉呢 都是比较饱满圆润的 我们看这个小小朋友啊 就是七八岁之前这小孩 全身的这个肌肉啊 都是圆乎乎的 小手呢 都是入肚肚的 就那种感觉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那个内脏的气充盈 然后把这个筋骨撑起来了 人老了之后呢 这个全身的筋骨呢 就开始 就是这个皮肤就开始松了 然后那个全身的肌肉啊 细胞啊也都不饱满了 就干瘪了 内脏呢 这个浴化功能差了 撑不起这个身体的气血来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来讲 养生啊挺重要的一种方法 特别是内加泉 非常重视占庄 因为身体一占庄呢 这个气一沉下来之后 整个全身的这个脏皮 它就撑拔开 把这个脏腹给它那个强壮起来 脏腹一强壮 外在筋骨皮 它自然就强壮 这是由内而外的 所以中国人把这个拳术啊 叫做内加泉 就是锻炼内在的 那么现在的那些西方的运动呢 通常都是锻炼的筋骨皮 都是锻炼的这个 这个肌肉啊 什么这个心血管 实际上他也运动不了心血管 我知道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健美明星 在50岁之前 心脏就做了三次手术了 那种西方的运动方式 实际上这个气血运行的 越来越不通常 越来越僵硬 从中医的眼妆产来那种跑步啊 还有打 还有竞技性的这种运动啊 总之就是让这个心率增快 然后这个 呼吸起伏波动增大 然后打汗淋漓的 这种运动都对身体不好 中国古代的这个锻炼方式 无论是八段鸡 还是那个五琴剂 还是一斤斤啊 这三种方式 都是让这个人的呼吸变得伸长 心态变得平稳 全身气血流通的特别好 西方的运动方式 跟东方的运动方式 完全截然相反 这都是体外话 在这里面呢 就是提醒大家 这锻炼身体的方式 最好是由内而外的 这种锻炼方法 流传到现在比较成熟的锻炼方式呢 就是内夹三拳的锻炼方法 就是太极拳 行翼拳和八卦掌 这三种方式的 最初的打基础的方式 大约都是一样的 都是先通过占装 把这个内脏给它调整好 内脏调整好了之后 再通过那个锻炼 这个外头的这个 那个拳架 把这全身的经络 气血给它打通 然后身体恢复到 这个婴儿状态 所以我们看这个 小孩的这个脊柱 它是一节一节 竖直起来的 人上了碎手 这个腰就慢慢开始弯了 腰就慢慢开始弯了 腰只要一弯了之后 这个督脉的气就不通畅 督脉气不通畅 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力就减弱 寿命就短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 那个日常生活呀 凡是腰板特别直的那种老人 通常寿命都比较长 凡是很早就开始弯腰驼背的 通常他那个 督脉就容易不通 然后身体就容易差 那么锻炼这个 中国古代锻炼方式呢 内加全的战装呢 一开始就是得把这个脊柱给拉直 就是那个通过这些方法 站装的这些姿势 把脊柱拉直之后 全身的经脉通畅了 任多二脉的气开了 这个身体就好了 就是这种方法 来达到养生的这个目的 这都是题外话 所以说这个腰呢 是非常重要 这都是这个肾经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归藏的部位 再往下呢 就是阴部 在男性来讲 肾气不足 肾经亏损呢 容易阴伪 古代的词叫阴伪 古代的病名叫阴伪 这个阴伪呢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阳伪 就是性功能不好 男性的性功能不好 第二个问题呢 是前列腺的问题 前列腺要么就是肥大 要么就是发炎 肥大的话呢 就会出现龙臂 就小便滴滴答答 出不来 这是第一点 那个前列腺要是发炎呢 就是小便滴热呀 会疼啊 会流血啊 这些表现 甚至出现血经啊 这都是前列腺出了问题的这个表现 然后呢 小便呢 容易淋漓不尽 这都是男性方面啊 女士方面呢 女士也有伤经啊 我过会讲 会讲 女士伤经呢 会导致这个公寒 然后出现白带 而且白带的 这个色呢 是清清晰的 又清又稀的 这是音部的歪在表现 这都是伤经的这个歪在体现 再往下伤经呢 表现就是下肢 叶天士曾经说出一句名言 他说 若子向老啊 下缘先亏 人老是从腿先开始 下肢呢 这个肾气不足呢 也是从下肢才先开始体现出来 下肢的就是无力 膝关节疼痛 这叫做腰膝酸软 通常的腰啊 跟膝盖都是连在一起的 腰和膝带酸软呢 就提示这个人 肾气就不足了 所以我们看很多 很多现在青少年啊 这两条腿特别细 而且走路摇摇摆摆 漂浮不定了 你就知道这种人 通常都是肾气不足的 我回头会讲一个 中风32岁的案例 他就是两条腿特别细 小便特别平 这都是元气不足的表现 所以说呢 我们锻炼身体呢 你看这个 中国古代的锻炼方法 大多数的锻炼方法 都需要半蹲 但是他有要求啊 这个膝带啊 不过脚件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 膝关节炎的问题 要半断这个盘这个架子 把这个气也完全 拢到这个腿上来 这个身体就健常 所以我们看这个孩子 小孩啊 这个在七八岁的时候啊 就是从出生 一直到十二岁之前 这个孩子走路 他从来不正经走 通常都是一边跑着一边走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小孩的阳气 全在腿上 他那个时候身体非常足 他那个走路 他都不好好走 他喜欢一边跑一边跳 然后 疯着那样走 因为他那个阳气足 等到了 十几岁的时候 就喜欢快步走了 二十多岁 喜欢快步走 然后走路比较有力 等上了 再上一届 最初四十岁的时候 就 就走路就 没有什么劲的 然后全身好像很沉重的样子 再到了七八十岁 就在主管障 你看这个 这一身的这表现 这个腿啊 表现的就非常明显 这个腿的这个筋骨的强弱 就表现的很明显 所以中罗古人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他锻炼方式 他都特别有目的性 就是让你半蹲 然后把这个七卷 运到这个腿上来 让这个腿部的筋骨 越来越柔软和有力 这个身体就好了 所以 练武术 尤其是那家前 他有一个特题就是 他有一个预备性的练法 就是压腿啊 就是 把这个腿部的筋完全拉开 拉开之后 足六筋只要开了之后 这个人是不会生病的 所以很多人通过练拳呢 就把这个 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病啊 全都给练没了 就这个原因 这就是 这都是题外话了 但是 身体不足的人啊 这个腿啊 就容易无力 那么 身体不足的人 再练拳呢 那就很危险了 本来这个 骨髓也就不充盈 然后又整天处于半端着的状态 那这个吸管节就很容易发炎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 那个年轻人啊 就是我所接触到的 很多年轻人 很容易得腿 那个吸管节炎的 这个原因 也喜欢运动 也喜欢练练拳啊 打打 无输啊 这样的 但是那个吸管节都容易出问题 而且腰椎容易出问题 实际上 就是没有保存住这个肾经 因为武术啊 它是通 它与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道价关系 非常密切 尤其是内甲圈 它直接走的是内丹的路线 它是给内丹 那个修炼啊 就是锻炼身体 它是打击出来 这个内丹修炼的一个 前期的工作呢 就是炼精化气 就是这个身体的气 先得固住 然后才能把全身的这个 经脉给它打通 假如说这个人在练拳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事项的话 这个腿啊 腰啊 都容易出问题 而且会出很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下肢 那么老人 我们看到中原有很多老头来太太喜欢打太极拳啊 养生 但是很容易练出一个问题 就是叫太极锡 就是本来锡端节还没事 练了半年太极拳之后 这个锡端节开始酸 开始疼了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 发现这个锡端节炎 对不对 甚至还有骨刺 那个骨质增生了 这咋回事啊 怎么练太极拳还把身体给练坏呢 问题不在太极拳身上 而是在于您的姿势上 很多人这个练太极拳的方法 都是有问题的 他把太极拳练成太极操了 不是拳了 太极拳得练出内劲 就是练出这个丹田气 很多人只是表演这个动作 丝毫没有那个 那个固住这个丹田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不固住还没事 最重要的是呢 就是这个姿势不对 它处于半端状态吧 这个锡端节还过了这个足间 锡端节只要一过足间 这个锡端节成立 承重的这个力量 就比平时要大很多 时间长了老年人 肾气本来就亏 那就更容易发炎了 经过就不通畅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环节上 肾气不足啊 肾经不足啊 就容易影响这个下肢的 这个柔软度和那个 有力的程度 这是下肢 再往下呢 就是足部 肾经不足 由浅到深 这个足部会出现 四个方面的这个表现 第一的是凉 就是脚太人发凉了 第二的 再往下呢 就是冷 冷再往下呢 就是麻 麻酥酥的 又冷又麻 然后再往下讲 就是木 失去知觉 一旦你失去知觉呢 假如说有糖尿病 那就很危险 就很容易得到坏区 这么一个病 后面我们会讲的 得了坏区呢 结果就很惨了 就得劫持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青岛讲课的时候 第一的案例就讲了 这个案例 因为这个最有代表性 也最能警醒人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小孩子的手和脚 都是温暖的 人身体不好了 那个经脉不足了 上了年岁之后 手脚就变得凉了 手脚一凉呢 就代表你的气血 运行的就不通畅了 你看我们看这个小孩啊 冰天雪地 去外面去那个玩雪 打雪仗 这个手脚都是通红的 他永远不会感觉到冷 因为他阳气足 人的这个阳气 一旦撤的时候 他先是从手脚 开始往回撤 特别是通过脚 开始往回撤 一点一点 推到膝带上 所以很多老年人呢 脚就不温暖了 膝带以下呢 凉嗖嗖的 我上次质疑老太太的话 就是膝带以下凉嗖嗖 特别容易进风 这就是这个阳气 它是往回撤的 这个人的阳气 一点一点撤 只要撤到这个腰部以上啊 这个人 用古代的话讲呢 就是半条命 就已经进了土里边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通畅这个身体 首先就是要把这个 肾经保存好 第二点呢 就是要让下肢的经络通畅 所以古人 他是非常有办法的 他怎么有办法呢 他就 你看西方人睡觉之前 是洗澡的 但是中国人 没听说哪个人 睡觉之前天天洗澡 他都是洗脚 为什么洗脚呢 他是用热水来 温泡这个足啊 用热水的这个热力 把这个足的这个 经络通畅开 然后呢 把全身的这个 虚火呢 收到足底 收到 说白了 就是收到肾经里边去 这个人睡眠又好 经络又通畅 所以中国古人 所留下来的这些 那个养生方法 包括生活习惯 对我们每个人 都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座的呢 都要对这个 中国的传统文化 产生信心 因为我们的祖先 对我们留下来的东西 是经得起 时间的考验的 是经得起 人的考验 都用了这么几千年了 用了好几百万 亿的人的生命 做过验证了 他留下那点东西 全是精华 我们这个时候 假如说对中国 老左邦的东西 没有信心 天天就是 跟着西方的 这个思路走的话 到了后来 大家注意啊 西方人已经开始 重视中国的 这个文化 传统 包括韩国呀 日本呀 还有欧美呀 他们都开始重视 中华的这个文明 但是我们 本身中国人 全没有重视 那个时候呢 可能很悲惨的 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向老外 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这是很那个 令人悲伤的一件事 这是毒度 再往下呢 就是严重的就来了 就是疾病了 疾病的表现呢 第一个是糖尿病 这个人是非常有代表性 是男士 四十岁 得了糖尿病 糖尿病在古代的名词 叫做消磕 为什么呢 因为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是三多一少 以口渴为主 而且消耗全身的 这个精华 所以两个合在一起 叫消磕 三消 上中下三消 上消呢 是肺 中消呢 是脾胃 下消呢 是单身 上消的表现 典型表现 就是口渴 中消的表现 典型表现 就是容易饥饿 吃得多 下消的典型表现 就是小便多 小便贫 而且呢 是脚是发凉的 我遇到的这个男子 四十岁 他的表现 是糖尿病 他是以下消为主 脚凉 阳尾 找我採命的时候 重点是治疗阳尾 阳气呢 人体的阳气 以顾密为好 就是人的阳气 要往下 顾藏住 身体才能好 假如说这个下消呢 通常都是阳气顾不住的 所以叶天使他说 他是若子向导 向导